哈喽哈喽 哈喽 赵博士 還有一分鐘不夠 我接著你先進去 我們說回你是想說從鵝油開始講起 還是從健康食品的認知開始講起 沒所謂 你吃過鵝味嗎 吃過 香港吃過很多 這邊是沒有的 美國是很餓的 你知道是好東西嗎 好東西 你們加州沒得吃我嗎 你那邊也沒有 自己弄就有 這邊沒有 東南也好像沒有 東南紐約好像也沒得吃 好 就生活不能治理 拖累家人 服用了心腦血管素未夠兩個療程奇蹟出現 現在可以自己行走 完成一支撻牙洗臉 空悶氣喘的心臟問題都得到改善 心腦血管素幫助中風和心臟病患 盡快展開新的生活 全天然無負作用 美國生產心腦血管素有至日一位 灣區免費送貨上門 查身或病購 415-990-4468-990-4468 健康大數據會為大家一一解破 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時間來到11點27分 今天可以和趙博士長序多些 如果大家有關於健康問題想問趙博士 可以留言 650-382-2808 趙博士你好 你好何亨 今天我們可以長一點的節目時間 和我們分享些什麼健康方面 你知不知道我們剛剛那個感恩節 我們都沒有辦法去做這個訪問 是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吃到火雞 在美國很多時候都是吃火雞 是嗎 是的 但是其中有另外一隻鳥 其實是感恩節都很多人開始吃的 這個就叫鵝 嗯 如果你說華人來說就不叫鳥 是的 我過來三藩市這邊就不能吃 在香港都有吃的 但是都不是經常吃 因為我和鵝的分別 有個價錢和味道都很不同 是不是 這個才特別 你知不知道它除了味道特別呢 我呢 還有價錢 我對身體好呢 是很多數據說這些 還有煮食用它的鵝油很重要 是的 味道 是的 那為什麼它會這麼健康呢 我們說健康數據 其中一件事 就是鵝油有一種成份 叫做Palmetylaic acid 這隻東西是對雙風感冒 他們找到對雙風感冒好 噢 是的 這段時間很有用 大家關心流感 除了打針之外 那我又除了有這一樣東西 它還有另外一樣東西 是一個C18的 差不多像吃魚油那類型的東西 但是它對鋼膽固醇好 嗯 是的 是 但是那個份量 份量有沒有 就是現在這個data set 有沒有說 份量要多少 因為現在坊間市場 有一些叫做鵝油麵的 鵝油麵 其實他們那裡 我們平時吃一些方便 直食麵那樣 通常都是 那些東西裡面 是有麵餅 然後有些可能是調味粉 那這一隻 在市場上面 那些充斥的那些 就有一層叫做鵝油 一包一隻 很細包 一小包一隻 那些這麼少的蠔油 加到一個麵餅裡 又足不足以 那個比例上 又足不足以 對身體上的油幫助 那種鵝油 我們不是說這種 我們討論的Data set 是由一隻鵝拿出來 沒有添加任何東西的 它找到幾樣東西 第一 它有五十 即一隻鵝油裡面 它對牛油和鵝油 它的比例 如果牛油對鵝油 鵝油對心臟好的比例 比牛油好很多 第二 它有另外一個成分 叫polyunsaturate 我剛才說的 monounsaturate 中文我不知怎麽叫 但是這些成分 比牛油高 高成五倍 polyunsaturate 然後 那個C18 它也是一種 monounsaturate 既然它有一個功能 去降膽固醇 這些是 當然你不要加一些東西 會塞血管 其他東西在裏面 我只是說那個 鵝油 鵝的脂肪 如果你看回那隻鵝 是怎樣的 它本身 就很挑剔的 你不是 它飽了 它就不吃了 而且如果那些東西不好吃 它寧願肚餓 也不吃 跟鵝很不同 鵝是甚麼都吃的 連自己的糞便都吃了 所以 所以 你不斷餵它 就不斷吃了 所以做農夫 養鵝 它是需要 買些糧食 給鵝是比較貴的 所以 那個價錢 不是說 那隻鵝大隻 就因為它比較貴 你看火雞夠大隻 火雞 火雞沒有鵝那麼貴 是嗎 嗯 沒錯 鵝真的是偏貴的 那你在香港 你記得 做鵝 即是賣 賣相 賣我 可以賣到變成熔記 都可以 是嗎 沒錯 就算不是熔記 如果大家去香港吃 我又不是專為哪一間鵝 你去到深井 都有幾間叫做老字號 那些 那些 現在都在說 我很多年沒有吃過 最近那個價錢 我看到之後 好像都四百元一隻 是的 但是你看到 為什麼一隻鵝會有這麼貴 你看到 原來有原材料 當大家未知這些數據之前 都已經貴 因為原來養牠吃東西 養牠 都不簡單 即是貴很多 比養牠 但現在知道這些數據對身體健康 可能鵝的價錢 菜貴一點 都要吃牠 因為牠對身體這麼好 如果這樣慢慢吹向 可能去到和牛級別 哈哈 你如果說 因為牠不是很多肉 燒鵝腿 它不是很多肉 比起牛扒 所以 其實如果說重量和比例 和質感 你可能 斷磅計 我是貴過 貴過這些牛 但是 趙博士 你現在說的是 新鮮 即是那隻鵝 可能是 做一個處理的時候 它的油 才是一個重點 我們 市民上 譬如看到那些 燒尾店 或者是那些中餐館 看到那些師傅 剪完之後 我們在說 剪鵝 通常都會剪的時候 就會把鵝或鵝 就會放高 即是用手拿著放高 慢慢放一些 類似油的物質 是否就是那些油 還是在肉方面 抽取出來的 那些鵝油 在肉中抽取 不過你在滴的時候 那些都是 大家不知道 原來那些東西這麼好 現在 看看這些數據 原來它這麼多功能 連雙風感冒的人 以前 你看回歷史裡面 有不同種類的人 都會拿這些 鵝油來 來抑咳和雙風感冒 嗯 是的 明白 有聽眾 尾數號是8533 他就問 赫博士 其實我和鵝的食用分別在哪裡 就是迎引成問 赫博士應該馬上回答不到你的 不過鵝會不會有 和我會有一個 你看到data set 會否有同一功效 鴨油會否有幫助呢? 從來都沒有 我看data set 它沒有這些 我想除了它的基因和鹼食的食物 有這麼大分別 你想想最奇怪的是鴨蛋是好吃的 鵝蛋通常說是不好吃的 有這麼奇怪的東西 它是優秀的就是它的Palmitolic acid 可以消炎功效 還有長期的歷史對於雙風感冒用途 還有那些內傷、傷口 以前用過的鵝油來療傷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市面上的一些商品 新鮮的這邊就沒得吃了 那究竟用什麼方法 可以有一些 Solomon 譬如 會不會有一些 就有魚油丸 當然有些博士也提過大家 挑選魚油丸 都要留意出產地 因為都有參差的 那究竟有沒有鵝油的保健食品之類 不如稍後再說 我們再從這一點開始談下去 好嗎? 好的 時間有你 一路有我 分秒精彩 是嗎? 是 我們稍後還有一個休息 有兩個休息 這樣我們會談到58分才完 好的 好的 你有沒有吃過 除了是鵝油 你有沒有吃過那些臘腸是用鵝做的? 鵝腸? 有鵝腸 都有用的 鵝肝 大家經常吃的 都可以從鵝肝 鵝肝有有用嗎? 你覺得 那個資料櫈就沒有講到鵝肝 有沒有用 因為肝很反而有癌症 即是它已经发炎,其中一个这样的问题 另外就是蜡腸这种东西,因为你要吊干它 吊干它,就很大机会有菌 所以放一些东西进去,会有杀菌的功能 这个叫做Curing,而这些东西对身体不好 其实是缝蜡腸都不好 是的,没错了,现在变成了 如果我们说蜡腸,现在煲仔饭 人们就说我们两个在这里,圈炎 蜡腸、蜡肉那些,当然知道 那些叫做负制成食物 因为要放那种东西来做Curing 你竟然会吃到很特别的味道 譬如你现在西方也是,你吃的那些叫做热狗 它有一股很特别的味道 因为它会令肉变成粉红色 而且你吃它,就会有一股特别的味道 吃不到在其他肉中 不放它,那些肉就有机会变坏 所以做热狗和做蜡腸都要放这些成分 对身体不好 好,朱博士先继续 好的 健康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 今天和朱博士和各位听众分享 关于放食物进口中 究竟吃什么好呢? 刚才提及过,有一些计算 关于蚵油对身体很有益 我们现在继续在这一点 开始谈谈 朱博士你好 你好 蚵既既好吃 也可以拿上飞机,去飞机场 很好吃 蚵油就知道这么有益 不如做些蚵腸 像蜡腸那样 吊在这里又会怎样呢? 那我就说一下 或者是蚵肝 这些东西就不太好 那为什么会不好呢? 因为做热狗,做蜡腸 你都一定要吊起它那段时间 肉会坏 风干 对,风干 肉会坏 就要取出一种成分 这个成分 最初就叫做nitrate 那经过一些菌类 就是nitrate 就变成nitrite nitrite 就在身体里面 经过其他那些 protein 可以变成nitrosamine nitrosamine 是会有cancer的 那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呢? nitrosamine 像是mine 如果大家要看 串 串 就是这样串 那你会看到 原来这个 已经是证实了 有个risk 那蜡腸呢? 和热狗 这些 所有这些要风干 是要下这个成分 如果不是就有问题了 那以前呢? 就初初就是会 就是我们下了nitrate 让菌变了它 但之后呢? 90年代呢? 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样做法 不肯定的 所以呢? 就会是直接 放nitrite nitrite nitrite 直接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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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会直接变成nitrosamine 那在有机的世界里面呢? 大家就会说 这件事是肯定不好的了 所以呢? 有机人怎么做蜡腸呢? 它就在一些西针里面 干了西针里面 用西针粉来做这件事 当然就是想着 有机当然是好 但是在这个情况里面 连有机也是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它也是要防止这件事 就是说西针有nitrite 的成分在里面 有些的成分 高成分的 但是每棵西针都有些不同的 那究竟你要放多少 那你要放够多才行 如果不然就会有菌 那有时的份量更高 那些非有机的产品 因为它的成分不肯定 但又要肯定消毒 所以变成它下的重量更高 所以接近呢? 这五至十年左右呢? 就应该会禁止 即是不是说你不可以 不过你要 要批评 要别人买的佣家 对 表明出来就是说 你不是没有这些东西 你是有这些东西 不过你是经过 由些菜那里拿出来 那其实红菜头 和其他那些东西 都有些成分 菜类是有的 不过西针呢 就不会改到它变成 因为红菜头的红色呢 就比较高 那你平时呢 你不经过风干 你不去放在肉里面 然后这样浓缩它 其实本身呢 就没有什么问题的 即是吃红菜头 吃西针都没有问题 但如果你去浓缩它 然后然后 因为西针粉呢 它拿回来之后 还要给些菌去咬它 它才会标高它 这个nitride的成分 接着之后 下来做蜡腸 所以西针粉呢 其实就不是一个健康的东西 嗯 其实这些叫做 半制成的食品 当然我们买的原因 可能是方便 又或者简单一点 如果你说 追溯一下 为什么会有蜡腸的出现 我们要说回股市 即是我们那些没有 冰箱都没有 可能是要软行 那么家里就会做一个方法 希望给家人 或者朋友 一直在途中 就有些东西吃一下 那么今时今日 当然了 这个煲仔饭 大家也都是 非常之喜用 一些的立场 我也是 我也是喜用 很香的 赵波士 哇 你想想一下 那种味道 用米 刚刚弄好 水分 刚刚弄得好 那些弹性 再加蜡腸 和蜡肉的味道 是没得到的 还有蜡腸 它特别是什么 就是吃下去 那些肥膏透明 然后肉咬下去 粒粒粒 不同的热狗 已经搅碎了 是吗 是 所以蜡腸 除了以前 怎样来 就是因为它方便 但是之后 是因为我的记忆 我对这件事 都非常之喜欢 可惜就是 它对身体非常之不好 是这样的 是 有些朋友 都要了解一下 健康角度 因为我觉得 食品制造商 他们都慢慢去改良 但是大家都 看一看他们的形成 制造是怎样的 赵博士 我们这边 这些朋友 都有一些回应 很难 真的 买到蜡腸 我这一边 赵博士 以你的认知 譬如现在市场上 有没有一些 是 鵝油的一些 普遍食品 是出了的 我是直接买蜡 我在加州里面 都见过 有些农夫 是有蜡去买的 要不就新鲜和你切 要不就冰了它 然后就买整只鵝 美国 我这边东岸 都试过很多不同的地方 可以买的 那些鵝油 我也见过有人买鵝油 不过鵝油 我就不知道它怎样提炼 你知道在提炼的过程里面 你就没有了那个肯定性 你不知道它经历的情况 是怎样放了多久 那些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许可就可以直接买新鲜的 如果不行的话 那就少吃些 偶尔吃一下 那些鵝油 都可以的 在店铺也有买的 网上也有买的 可以的 可以的 OK 那大家暂时说 如果有相关的经验 或者一些购买的方法 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650-382-208 转头回来 都是讲一些 关于食品方面的健康 表现上 很多可能现在 很多健康的菜单 都会推介 这种食物 我们转头回来再讲 直播吃一下 中心健保 联邦健康保险计划 令你以更优惠的费用 获得更丰厚的福利 凌治库的家庭医师汗诊 眼科、牙科、听力 和普通药福利 更有无限量的针灸 和35元每个月的 柜台乘药导座 现在就选择 满足你需要的 联邦医疗保险计划 请视频中心健保 了解更多 888-200-9174-888-20 哈喽 朱博士 哈喽 我們接著就說豆腐 剛剛就說豆腐了 那些凝固劑那些 其實我今個星期在香港就是問我這些 我最近是抗吃豆腐 是嗎 哈哈 因為我想調節一下自己的體驗 我有從來 因為我添粉質都盡量避 去超級市場買一些豆腐湯 還有一些中國人很喜歡用素雞 就是找些豆腐 做些名字出來 我可以吃幾多 你可以先提一下我 哈哈 剛好燒到你的口 哈哈 燒到我的口 差不多 好 到58分 好 420-0232 415-420-0232 好消息呀 美游假期舉辦的麥西哥騎冠五天旅行團 12月10日出發 包三百市騎冠來回機票 騎冠機場酒店來回接送 入住騎冠四聖級酒店 酒店裡面十間餐廳和十間酒吧 五天內都是任飲任食 全程小費都包起來 每人只收1399元 前20位客人可享受此優惠價 之後價格可能根據機票產生浮動 嘩 今集數去哪裏報名 還未說完 第二天 坐豪華旅遊巴士 暢遊 新加文化維產 齊禽衣冊 馬鴨為職 Eco天坑 以及度春天坑 所有費用全包 全在內邊吃過一餐都包買 還說快點報名 美游假期報名電話 408-878-3151 408-878-3151 緊視一傳 押滿即時 報名重速 媒體贊助 星島日報 星島中文電台 華富訪客中心 健康大數據 會為大家 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好 今集的直播市 解開了關於 鵝油的一個健康的密碼 大家都可以在生活上面 看看自己的地方 有沒有相關的一些食物 或者是那些叫做 補件食品 涉及關於鵝油 我們先開了一個題 好嗎 大家都可以繼續在我們的留言 互相交流一下 或者是我們的節目時間 這個時候我們找回趙博士出來 講一講關於 趙博士剛才形容得挺好的 丟到何亨那一答 原因是因為我都 近幾個月 就轉了我自己吃東西的 一個食肚 我多吃了一些 豆腐的製成品 又或者是豆腐湯 多喝了 趙博士 我看到你的數據 或者今天提供給我的資料 豆腐也要留意 有什麼要留意呢 黃豆本身是癌症 剛剛跟食鵝 調轉的 食鵝油可以燒鹽 甚至下薯仔 薯仔也美味很多 用鵝油來煮它 但是薯仔會有鹽症 所以剛剛鵝油加薯仔 就可以燒鹽症 還有一些食物的鹽症很高 就是黃豆 黃豆本身的鹽症也是高的 不管你是有機還是沒有機 都會是高鹽症的 而且會影響康復能力 還有就是女士接近更年期 男士更年期 男士更年期 就是男人變女人 女人更年期就是女人變男人 就是我簡化 因為時間問題 就不進去裡面解釋 那些荷爾蒙的事情 但是呢 因為薯仔蛋白質 它本身是可以有些 對於荷爾蒙 即是類似的 塞在那些位置 就會影響身體 影響身體 當你很多東西都已經 要它平衡 等東西不能平衡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有些人就會甲狀腺 有些不舒服 有些人就會老得不漂亮 老得不漂亮呢 如果你沒有要求 就不需要想這些事情 但有些人就說 除了瘦得來 就希望樣子都不要瘦了一份 因為你不想眼多了眼袋 有些顏色又不好看 這些就是黃豆會製造的問題 出現的了 噢 即是凝固劑的份量 因為你也知道 譬如豆腐 也有分 那種是豆漿 大家可能也會喝得多 豆腐有些是硬豆腐和軟豆腐 即是換句話 那種的健康菜單 大家要留意著 因為真的關於豆腐的菜單 非常多 尤其是跟健康那方面並列在一起 譬如豆腐 乳煲等等 很多都用豆腐來做一個主要的食材 去烹調出來的 因為角度問題 始終有多了蛋白質在裡面 多了蛋白質 蛋白質 我必須加上英文 否則一會混亂 炭水化物我們要避免 因為會增肥 但多了蛋白質 是重要的 因為經常缺乏蛋白質 但剛才我告訴你 腦部是否漂亮 外表會怎樣 因為有些人的身形真的很好 但臉上不是很好 其實是可以不同的 而一個人老起來 有些什麼會離開 多一點眼袋 雙眼袋 不是只有一個眼袋 而且下面還有多一個 然後頭髮又白得不漂亮 還有人看起來 皮膚可能會多一點 黃豆會製造水腫 你想想豆腐會做什麼 你一定會加醬汁 豆腐其實是沒有味道的 豆腐是沒有味道的 但如果你加醬汁 豆腐泡 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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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真是 打火鍋一流 好像在吃海鮮 但沒有海鮮的價錢 是嗎 是嗎 索了一些芡 索了一些芡 就等於 好像在吃鮑魚 因為有鮑魚汁 索了豆腐 你現在馬上快點拿來吃 但是當你明白它的製造過程 凝固劑叫做 酵汁索酵 我們有鈣和酵 我反正需要一些鈣 吃下去不要緊 但它用來凝固 所以其實那個份量對身體 都不能太多 譬如不能多於8克 好像在安全食品裏面 但這個定位是否會出事 不是多於8克 但如果我出事的定位 就是我不想老得不漂亮 我不想有嚴症 不想那些 就不是8克 那就是一克也不行 是 是 希望這個 這個8克 還要是你買一批裡面 裡面有多少克 還是每一餐煮下去有多少克 這個也是值得深究一下 還有就是它不只是我傳送了那份 它不只是用酵素酵素 它還有 酵素酵素 還有另外那些東西 那些就是變成了 你吃了身體 那肝和其他細胞 如何排走它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 我為什麼要配搭鵝 因為原來這些好吃的東西 原來可以是健康的 然後豆腐 我們一向以為健康的東西 既然它製造過程 在那些化學成分裡面 是不健康的 嗯 而負荷對身體來說是大的 因為你怎麼排走這些凝固劑 是 是 還有就是因為你會蘸醬 所以蘸醬 它也吃也不飽 但是你就憑著這個蛋白質 就說我要多吃些蛋白質 所以我多吃些豆腐 就可以了 又便宜又漂亮又正 什麼配搭都可以 因為它會吸收汁 湯也放進去 打火鍋也更容易 還有那些炸了 好像麵筋那類的豆腐 放進去打火鍋裡 是很棒的 因為有口感 你吃一下 那些菜 其他東西就開始 想有些不同的蛋 即是蛋牙的感覺 放些腐竹 放些不同的東西 還有豆漿 我們是很喜歡 因為放了糖分 裡面的時候 那個味道 可以喝下去 還有豆腐花 所以這些黃豆 是一個很麻煩的東西 我未燒到番茄 但是我們 只是說那個豆腐 豆腐已經是很有話說的 你怎麼算好呢 少點吃 我自己要研究一下 因為我近幾個月是煮食 還有豆腐 煮不同的菜式 然後豆腐花 我也有 我很喜歡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 有很多人 在吃豆腐類的東西 黃豆類 會喉嚨痕 因為它也有很大的 背景 所以我們不燒到花生 番茄那些 我們已經是 究竟哪一件事 哪一件事 哪一件事 有沒有問題 你就會看到 栗子是健康的 你會看到栗子是健康的 幸好我喜歡吃 烏魚的番茄 栗子那些是健康的 但是如果你說到豆腐 就差不多黃豆 找不到一件事是好的 還有還未說到黃曲梅素 是很多情況 在黃豆裏面會出現的 哎呀 哎呀 今晚如果打算 打那邊好 或者吃個煲仔飯 都要留意一下幾樣東西 那個成份有多少 或者是如何改善那個食物的習慣呢 我都是要慢慢來的 趙博士 我們講了一些 比如說參考 由數據帶給大家的東西 所有東西都是 凡事不要吃太多 看看一些數據上面 比如今天 趙博士就提了 吃栗子 就是沒有問題的 那大家都可以 不如就 放開一點點的豆腐 栗子的雞也不錯 趙博士 會不會這樣 趙博士 是的 我真的 如果要選擇 你寧願選擇 你寧願選擇 我剛剛說的栗子 栗子有很多 那些抗氧化 所以很好 它還有一些叫做 Galic 和Elegic Acid 這兩個抗氧化 是當你煮了它 它會加高 而且它裏面有很多味 對心臟好 趙博士說了一個好事 我相信很多聽眾們都很著緊 漂亮的皮膚好些 或者是 可能有時 會邁向老 都會精神一點 皮膚沒有那麼差 不如這樣吧 我們留下這些 剛才帶出的幾個問題 我們下個禮拜再探討一下 朱博士 我打算和你一路說食物 因為我們接下來是聖誕餐 差不多了 時間差不多 對 下個禮拜討 再見 再見 最近你認識加了 樓市回落 是否入市的好時機 當然要把機會 朱博士 今天時間問 問嗎 因為時間問 吃很快 沒有了 沒有了 因為新聞 我們下個禮拜再談 剛才那些東西都可以帶出 豆腐可以再說 還可以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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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不能吃了 還可以再說 沒有 因為我們這樣帶出來 我希望我跟你有趣地帶出一些建議 例如豆腐那些 我全部喜歡吃的東西 這些 你喜歡吃的東西嗎 對 律子喜歡 不過麻煩 所以少做 對 麻煩一點 但律子 我心想不知同事進來 我們下個禮拜再談 再談 謝謝 再見 拜拜 我們現在進入聖誕 聖誕 因為是十二月 剛剛由感恩節到聖誕節 有很多機會 我們可以接觸一些東西 對身體是非常之好 亦是非常之不好的 怎樣去選擇呢 這些就是我們要知道 裡面的data set 和成份是怎樣 原來我們吃了一些成份 是對身體好的時候 除了慶祝和家人的時間 還有吃完之後 還可以對身體好 又進入另外一年 又可以健健康康 所以我今次帶一些 平時大家吃開的食物 你可以找一下何亨 或者其他人 去訊息 其實你吃開的食物 是怎樣的呢 以及怎樣煮法都很重要 譬如你放了些醬油 裡面 而那些醬油 本身是有什麼做的 黃豆 好 今天因為時間 配搭 有時候就要就著 那些醬油 因為我們沒有夾定 所以它說到A 誰不知我 接下來可以說C 我在這裏後面 收回一點點關於那隻鵝 如果你用醬油 醬油就會有黃豆 變成了你就會 expose到黃豆 但有什麼方法去做燒鵝呢 是值得參考的 我不是一個廚師 通常煮的食物都是老婆和我煮的 但是呢 我會講一些成份 然後它會嘗試去用的 其中一個 就叫做Ume P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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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裏面 他們有用來做酒 有用來茶 有做醋 Ume Plum 那個好處 出名就是 它是會解了一些酸性的東西的 還有它會令到一個人 精神一點 就不會那麼容易累 幫助你吸收鈣和吸收鐵 可以幫助血的動動 幫助消化 Ume Plum Ume Plum 然後base一下 假假 P-L-U-M Ume Plum 會令到開胃 消滯 然後還有就是 幫助那些人有喝酒的時候 快點去 叫做 去那個酒量 燒 消除那個酒 在身體裡 還有它會幫助那個肝 所以Ume Plum 是一個 如果混合一個叫做 Yu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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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種不同的 Yuzu Yuzu 是會消炎的 有些data set 關於它對癌症有幫助 還有它對心臟也好 它含有 有些成分對腦也好 還有可以消除壓力 Yuzu 其實它不是plum Yuzu Yuzu Fruit 加那個 Ume Plum 我想和你們說 如果是用Yuzu 在那個 吃下去 有些人喝下去 對它的毛孔也好 還有黑頭也好 所以這些就是Yuzu Yuzu 加Ume Plum Yuzu Fruit 加Ume Plum 下去做燒鵝 這個是值得研究 還有就是 鵝油 對咳嗽好 Yuzu 除了燒鹽 它對酵喘好 你想想 如果你可以 放這東西下去 好上加好 在一隻燒鵝 角度做出來 就會有這些 你加多少 那些東西就要自己試 我沒有問到老婆怎麼做 但是她就做了給我吃 試了幾次都很好吃 可以塗上上面 然後用風筒來吹乾它 就不用吊著這麼長時間 這些就是等大家提醒 不一定是要塗豉油 蠔油 就是豉油糖加鹽 一向是其中一個 廣東人的煮法 但是如果你能夠避免豉油油 那你就避免了一些黃豆類型的東西 然後借用這個 Ume Plum 和Yuzu Fruit 去做這些東西 而那個 我知道她做的方法 都是很傳統的 就是用風筒來加速它的風光 即是風乾了它 然後令到它脆皮 所以這個我知道是做得到 提醒大家就是 可以用這些這樣的方法 去夾些好東西 調整一個晚餐 一個 無論是感恩節 還是聖誕節 都可以吃得健康 還有選一些健康的東西 避免一些不健康的東西